近年来大蒜丽带来的高功耗对数据中心冷却设备和技术都提出了更高要求 数据中心的传统散热方式主要是风冷 相当于把设备周边的环境温度降下来 而新兴的液冷技术通过特殊液体循环散热 可以实现更加精准更加高效节能的散热 今天曙光树创青岛产业创新基地正式启动运行 这是全国规模最大的液冷数据中心全链条产业 创新基地 近年来液冷技术因其散热效率高节能等优势 正在数据中心建设中发挥重要作用 正式启动运行的曙光树创青岛产业创新基地 可实现从服务器到基础设施 从机房内到机房外 从硬件到软件的液冷数据中心全链条创新研发和生产 液冷数据中心制造系统占整个数据能效的 大概在10%以内 实现30%以上这样的能效的节约 对数据中心来讲是一个非常可观的能效的节约水平 进入到液冷时代就精确到部件级制冷 从液体本身的载涉能力来讲又远远的大于风冷 从而可以给IT设备提供更稳定更优的工作温度 液冷数据中心全链条产业创新基地 拥有7大研发创新实验室和4条先进生产线 其中650千瓦综合寒差实验室 具备高精度高自动化高速稳定等测试优势 国内唯一的赵马级液冷基础设施实验室 可通过自研控制系统实现智能控制 液冷数据中心的涉及到复兴内部的液冷套件 到机房级的液冷装备 到专业的液冷管路 以及专用的液冷的这种室外机系统 全部会在基地实现研发和生产 相信这个将会为整个中国的数据中心的液冷产业的进步 起到非常好的推动的作用